大家好我是希哥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網路非常非常火熱的一道美食啊 就是這個 李子柒的柳州螺絲粉 你們有沒有看到 螺絲粉 這個在網路非常的火熱 而且還不好訂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老婆他已經有在網路上訂 可是一直都沒有貨 就我們的那個鄰居轉角賣面的阿姨啊 送給我們兩包 一包叫做李子柒的柳州螺絲粉 另一包叫做羅狀元螺絲粉 他送給我們兩包 讓我們試試看嘗鮮一下 那我們就 今天先開這包好了 如果 如果吃不習慣的話 這包就 我可能會送給觀眾吧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喔 他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一大包 很像一百多塊的樣子 我把它打開來囉 這個 有很奇怪的味道 這一包 腐竹 應該是一些豆皮吧 他這個應該沒有辦法直接用泡的 他應該是用煮的 粉 上面寫一個粉字阿 這應該是那個類似 螺絲粉的那個 麵吧 類似 喔 他也蠻多東西的耶 這是筍子阿 筍子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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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他上面的菜 醋 哇 他這個東西送的還蠻多的耶 這應該是辣油啊 我看到上面還有紅紅的 有沒有看到紅紅的 辣油 這是湯 其實他包裝的還蠻精良的喔 這是大陸的離子漆 美食播主的產品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喔 那我們準備開始製作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用電煮鍋來煮吧 因為他這是一人份阿 可能份量也不太大 我如果用大鍋子的話 其實也蠻奇怪的 他說這個 這個類似米粉或冬粉吧 我們把它打開來試試看 他說要用冷水下鍋 那我們現在開始煮 我們現在開始加熱 他說 冷水下鍋煮8分鐘 這個就是類似他們的 這就是類似他們的米粉吧 還蠻粗的 冷水下鍋 先煮8分鐘 以後再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就冷水下鍋了 我聽網路上講 他們有的人是覺得很好吃 但是有的人覺得不好吃 就是不習慣那個味道 聽說有點像臭豆腐的味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是第一次吃阿 所以 我待會實話實講 我如果真的不喜歡 就是跟你講說 我不喜歡它的味道 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會跟你講說 它的味道還不錯 就是這麼簡單 冷水下鍋煮8分鐘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8分鐘再回來 8分鐘已經到了 米粉已經煮好了 我們現在關火 把它撈起來 看起來這個口感 應該是我不喜歡的那種口感 看起來這個口感 偷吃一塊 偷吃一塊 好像中間的那個心 好像還沒有熟 外面軟軟的 裡面還有點硬 好 它的粉就這樣子 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一包的量 來吧 我們鍋子已經洗完了 之後它是說要加入400cc的水 那我們就加 加吧 我們接下來 就要開始放一些調味料了 我來看一下說 它到底要放什麼 它說接下來的話 就是要放螺絲本的湯料 還有酸筍 還有酸豆角 還有黑木耳 蘿蔔 一起煮 這個是湯料 我現在加了 怎麼有牛肉麵的味道 它湯料好像有牛肉麵的味道 然後全焦 再來就是酸菜 醃菜的味道 不難吃啊 酸 再來就是 酸筍 這是酸筍 這是酸筍 紅紅的這個 這有點像我們罐頭的那個酸筍 就是我們去那種 超商裡面買那種 紅色蠟油的那種酸筍的味道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等一下去 糖已經滾了 那我先加入麵 因為我怕這個麵子它煮得太爛了 我不太喜歡 不是麵啦 是那個米粉 偷喝一下它的湯頭 很好 這個味道我還真的收不上去 它有酸筍 它有酸 應該說它有酸筍的味道 它有牛肉麵的香氣 它有海鮮的那種鮮甜味 湯頭是真的不難喝 這個味道 再讓它滾一下 因為那個麵下去的話 可能還要讓它滾一下 因為它很像還剩下 辣油醋還有花生還有腐竹 這一包叫腐竹啊 應該是豆皮類的 它整個 整個 不知道裡面裝什麼蛋器對不對 應該夾下去不會爆吧 這像餅乾一樣 應該這樣子 像餅乾一樣 真的像餅乾一樣 而且味道還不錯 它說這個 滾了之後關火 丟下醋跟辣油 我們辣油先丟好 哇這看起來就很辣的感覺 接下來倒醋了 我再看一下小炒一下 喔這樣子就可以撈起來了 最後再丟一下花生跟那個腐竹 我覺得腐竹蠻好吃的 我在吃這個 今天看起來就很辣吧 哇這個好喔 這可以耶 這真的可以 哇夠辣 這個夠辣 它是辣喉嚨 辣在喉嚨這個地方 超級辣 要不然我們已經盛在碗裡了 之後要來加最重要的 補竹 跟花生 好 好 我們已經全部都做好了在這裡 剛剛有拍給你們看了 這麼辣的話一定要請神秘嘉賓啦 神秘嘉賓號稱冯甲第一次辣高手 我們現在請大家進場 請進 不能吃辣 在下有內人 吃辣吃得非常厲害 我 我是完全沒辦法 這個螺絲粉它真的會辣喔 真的嗎 來請你先試試看 我們來請它 來我們坐過來一點點 我們來請它試吃 可以喝口湯 看起來 它那個放上花生跟腐竹 我覺得是加分耶 攪一攪來吃啊 這個 這個很辣耶 沒有關係 真的嗎 很辣嗎 嗯 這辣油好辣喔 可以不要全加 真的還假的 嗯 我剛剛全加了耶 呵呵 我這麼咳嗽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內人啊 他的日風甲第一次辣高手 他都說會辣 喔這個好辣 他真的很辣 不過說真的 他這個湯頭 我試一下湯頭 我直接跟你們講他的味道 好辣喔 好辣喔 喔喔喔 等一下我喝一下 這是好辣 你很好吃耶 我跟你講 他這 他這個螺絲本的味道 真的是很好吃 我說真的就是太辣 像是辣油 可能加半包 對所以你們可能 辣油要自己 不要加太多 他那個味道就像是 他有酸酸的 他有甜甜的 他有鹹鹹的 廢話 我講這個大家應該也知道 因為我剛才嫁出 他的味道就是有海鮮的香甜味啊 但是他有點像酸辣湯 什麼叫酸辣湯 但是他那個酸辣湯裡面 又參加了 就是我們 吃的那種早餐的那種酸筍 還有以前那種 外省餐廳的那種 四圍菜的那種 筍子酸菜 還有一些酸豆角的那種 混在炒在一起的那種味道 所以 因為 整體來講就是 他就是一個酸酸辣辣 的一個冬粉吧 可是他麵條我覺得很好吃耶 麵條嗎 我來試一口 這真的很紅耶 這個吃下去 是真的很辣 因為他真的很辣 可是我喜歡吃這個QQ的 這個很好吃耶 他這麵條有點像米苔木啊 比米苔木還Q 但是米苔木是爛的 可是他不爛 他沒有米苔木的這種軟爛 他還是會有點QQ的 但是他也沒有說到很Q 就是像麵這麼Q 這真的太辣了 喔這好辣 真的沒有辣 這個真的很辣 可是他味道是好吃的 所以你們在買的時候 可能就是 辣油的那一包的話 就是稍微 佐量 不要加太多 或者慢慢加就好了 哇這真的很辣 辣到 喔這好辣 妳剛剛還說要全加 我想要吃吃看 這到底多辣 這個腐竹齁 他有點類似豆皮 有點像小餅乾這樣 他吸上那個湯汁跟那個辣油 真的是 妳這樣拿飲料來喝太辣了 啊 不行 哇真的沒有辦法 就讓我買一罐烏龍茶 妳先喝我的奶茶 那個號稱第一次辣 已經躲起來了 還號稱第一次辣 是妳號稱我 過來快點 你看他臉紅到這種程度 來來快 那太辣了 快來來來 為什麼啊 我跟你講 不行我一直流鼻涕 欸 號稱最會吃辣的人 這樣流鼻涕 以後流眼淚 我這個號稱不會吃辣的人 我竟然還能夠坐在這裡 來快點過來 來看一下 這太辣了吧 妳看 快點 臉都紅了 嘴巴也腫了 可是這很好吃啊 還號稱 號稱人能夠吃辣 我剛剛本來想說 我辣油只要加一點點就好 他會想說全家 沒問題 沒問題 你說全家 你才知道說 這有多辣 現在馬上就怎麼 落賽 這個很辣 來吃幫我買一個飲料塊 我等一下就買飲料 我等一下順便去買便當 因為我中午沒辦法吃這種東西 號稱第一次辣 嘴巴都紅到這種腫了 你看他臉都已經紅到這種 我等一下夾那個是熱水 而且我告訴你 我真的流汗了 我真的 這個吃完都好熱 流汗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那個 我們就慢慢享用 這個非常辣的麵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訂閱分享按讚按小鈴鐺 隨時接受我們最新的訊息 跟大家說真的 拜拜